Hello, 大家好, 我是 魔鬼 在影片開始之前, 大家記得 Like, Subscribe, 和分享給其他朋友 較早前, 我就在 YouTube 頻道上看到這段影片 首先, 有人坐著車, 突然看到一個人 他用數碼彈, 一下子打進去 車子飛了十萬八千里, 撞到石頭爆炸 這次我認為這段影片蠻有趣, 所以決定約一群朋友來試一次 我們先看看情況 首先, 我們說第一次測試的分布 由於我們只是找數碼彈 我們就比較跳物資豐富的地方 我們這次有七個人 兩個人跳N港, 兩個人跳軍機, 三個人跳G港 當我們鎖物資的時候, 我們的隊友突然有數碼彈 出現了G港 於是, 我們全部七個人就一起去 R城山頂炸合 我們看看結果 因為我們全都覺得R城太遠 所以我們決定去十二宮做測驗 我們準備開始, 來吧! 我們來看看結果 好明顯, 那把數碼彈 是實實再次放在吉普 不過, 問題又不知為何吉普是不飛的 我們就決定重開第二把 不過, 是重開第二把之前 我們先進去 先進去 金局, 我們分布很平均 金局只有六個, 因為有隊友推出了 然後, 我們在金局, 看看收到多少把數碼彈 我們金局也有少許小插曲 就像我們的小小肉發皮四 他就激倒了我的追神 然後, 我現在騎著一輛美麗轎車 又要追他一千米去救他 看看能否救到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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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海大工 好了來測試 第二次測試, 是R成山頂 然後我們 decade 過激悶,即逗行 来吧,一定可以的 由于我今次得到三把数号枪 我们来第二次 来吧,今次应该成功了 好,来吧,我们来最后一次测试 也是第三把数号枪 来吧,今次不行就没完机会了 来吧 哎呀,差一点点 好,没完小把枪 感到我们击杀时刻 全都没完 吃鸡 因为那段影片是和平精英的版本 所以我们现在的国际服是不行的 好了,总之多谢大家今天的收看 好了,我们下次测试再见 拜拜